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6月1号,非常感谢您能来到这里听我扯淡 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是说说美国的媒体巨头之一福克斯新闻 福克斯新闻真的是太牛逼了,太搞笑了,我太想聊聊它了 这个事从何说起呢?得从我们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摩根女士说起 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这个女士呢,长得还挺漂亮的 看起来有那么一丢丢的slot,有一些风烧,是不是 但是呢,你不要被她的外表迷惑 这个娘们儿的本质呢,借用我们国内这个说透口秀的词字 词字,她的描述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说,这娘们儿可不是个好婴哪,你懂我意思吧? 为什么说这个摩根这个娘们儿不是个好东西啊? 我也不是说扯淡啊,也不是人身攻击 你说之前,他说我们国内的这个爱医生和分医生已经消失了128天了 对不对?我当时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点懵 爱医生和分医生是谁啊? 哦,爱分医生,爱分医生还能变成两个医生 而且爱分医生好像刚刚才发了声,怎么就成他嘴里的128天了 所以说呢,这个娘们儿就那样啊,就那样,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两天呢,你看美国,是不是啊,闹得乱七八糟的 这个警察又是开枪打游行的这群,打游行的这群人民 是不是,又是开车撞向他们啊,又是骑马跨过他们啊 又是,好像今天又看了一个警察把一个示威者啊 用这个膝盖顶着脖子和这个乔治 弗洛伊德的待遇一毛一样,是不是 这才几天啊,又干这种事情啊,你说摩根费林曼 不是,不是摩根费林曼啊,摩根女士 你在这个时候多关注一下,美国的这些破事不好吗 是不是,你干嘛,我不关心美国的事情 我只关心你们中国,是不是 我就要看看香港啊,香港没有人权 这你骂了个逼的 但是呢,你说像这群美国的政客啊 说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啊,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对不对 人家就是这样嘛,双标成瘾啊 所以说呢,我本身就怎么看啊,无所谓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这个的,呃,华春莹女士 然后回了一句她那个推文,是怎么回的呢 就说,I'm count the price 我觉得华春莹女士挺有才的啊,真的 牛逼啊,就是比我们这种美文化的要强太多了 是不是,你让我回的话,我得,哎哟,我气得不行 你知道,我一定要骂她,一定要骂她 想了半天呢,可能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点 你看,人家华春莹女士,一身建议啊 I'm count the price 直接就,是吧,你说怼的她多难受啊 是不是,但是,说真的啊 这,来来回回就是个嘴障而已 我也没太当一回事 但是,后面让我感觉特别搞笑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是这个福克斯新闻跳出来了 你知道,福克斯新闻,她可能感觉到 他们的这种祖国啊,受到了什么侮辱,对不对 所以说呢,她就在新闻里面称啊 中国在嘲笑美国,对不对 我觉得是在嘲笑你们美国啊,对不对 至于吗,她后面说 这是中国指责美国政府虚伪的一个明显策略啊 然后呢,还说,还说这个在华春莹的另一条推特里面 就是转载了今日俄罗斯的报道 指责美国政府支持香港暴力示威 却将美国的这些示威者称之为暴徒啊 算是没什么问题吧,对不对 很正常嘛,是不是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福克斯新闻啊 还接着不光骂中国,又骂了伊朗啊 说这个伊朗也在嘲笑我们美国 伊朗是怎么嘲笑美国的呢 是这个,是这个谁呢 是这个伊朗的外交官啊 扎里夫发表了一条推文 这个推文呢,本身是这个美国啊 蓬佩奥指责伊朗的一条推文 然后呢,这个扎里夫就把这条推文里面 所有的伊朗全部换成了美国 然后呢,特别的适用 你知道吧,用在现在美国呢 特别的合适 然后,这个福克斯新闻啊 就是你心里像热了狗一样 特别的难受啊 就是对于我们,就是什么 这是种族主义宣战 反正乱七八糟的,各种琵琶 哎呀,我觉得这个新闻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首先呢,我还是觉得 有一个网友评论的是特别的恰当 我给你念一下啊 说完这条网友的这种说法 我们再聊聊自己的看法啊 这个美国,不是美国啊 这位网友,他是这么说的 美国的媒体真的是想的太多了啊 不是说中国和伊朗在嘲笑美国 而是全世界都在嘲笑美国 包括美国的盟友 中国和伊朗则是没忍住 笑出了声而已 哎呀,你看这网友特别有才 说的是特别的恰当 下面呢,我说说我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个福克斯 福克斯媒体 算是美国的老牌媒体啊 媒体巨头 那么牛逼的一个媒体 你看现在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你说这算什么鬼啊,对不对 这整个带给我们的感觉啊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自己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巨婴 有没有,就是马宝兰那种感觉啊 你看他所有的这些发言 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 啊,你中国竟然敢嘲讽我 是不是,我长这么大 我哪受过这种委屈啊 我好气,我好想骂人啊 你看福克斯的 他那些观点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吧 真的是太搞笑了 在中国啊,像这种巨婴呢 马宝兰确实是很多啊 多到什么程度呢 多到,我一度都以为啊 这是不是中国人的利亚根性啊 是不是 但感谢美国啊 又一次 又一次把我从这些天见中 拉了回来 哦,原来 不光是有 中国有这种马宝兰啊 巨婴 那么美国也有啊 是不是啊 哎,这个利亚根性哪都有 是不是啊 你说伟大的美利坚啊 对不对 天天玩嘴炮的媒体啊 那战斗力 用那个,我是邓哥说的 那战斗力都是港港的 对不对 怎么就出了福克斯新闻这种败类 是不是,废物 看,中国竟然敢嘲讽你 中国是不是嘲讽我了 中国竟然敢嘲讽我 废话 中国就是嘲讽你了 怎么了 你嘲讽回来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他妈还把这个东西 当一个新闻报啊 这个事真的是刷新了啊 我对这个美国媒体的认知 咱们他妈low啊 是不是 我觉得你们身经百战的媒体 怎么战斗力如此的低啊 那个心怎么如此的剥离 我们就嘲讽了一句而已 怎么就睡成那个B样了 是不是 而且说真的啊 你说嘲讽你怎么了 如果说打人不犯法的话 你信不信你来这里 我怎么能打死你 是不是 你仔细想啊 中国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你说嘲讽 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 是哪国的媒体 天天吃瓜 看热闹的 是哪个国家的人民 仔细想啊 仔细想 对不对 你说当时你们那个议员 对不对 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情况下 天天就搞嘴炮啊 说这个病毒 是武汉病毒实验所泄露的 是不是 你们 你们发表什么言论了吗 没有啊 你们就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的议员这么说 是理所应当的呀 对不对 那很正诚啊 那同样 你看人家赵立坚说了一句 什么 赵立坚虽然也没有证据 但人家赵立坚说这个病毒是你们美国带来的 哇 操 你看看他们那个样 你知道吧 就 就感觉啊 感觉像 就是说 那种男人的狗啊 被踢到了一样 你知道吧 你看看那个石头 石光磊 纽约那个大闪壁 当时是怎么说的 那个脸憋着头红啊 说 赵立坚 你这是在调气战争 你妈那个逼了吧 呸 操 你妈那个逼的石光磊 我跟你说啊 这个美国真的是他妈堕落了 你知道吧 咱也说这个美国的霸权 哪个霸权 这个霸权是有什么构成的 对不对 军事 科技 金融 文化 四大霸权 你乘几何时 你看看这个美国的文化 那是多么的先进 是不是啊 他们那会啊 只要说这个中国不好 我们都是当成真理一样的 那中国肯定是不好 你甭过解释那么多 那中国肯定是不好的 对不对 那中国的这个文化输出 和美国的这个文化输出 真的是云泥之别啊 天壤之别 差 他妈没影啊 你知道吧 但是呢 真的是没想到啊 没想到这他妈才多长时间啊 你在看 我们现在在看这些美国的媒体 有时候就真的 感觉像笑话一样 是不是 特别的搞笑 虽然说中国的这种文化 和美国的文化输出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啊 这个 这个差距啊 我说真的啊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我之前也 也说过 就是说 这次疫情 包括后面的这些东西 让我们看出了很多的东西 你说我们中国的舆论战 输了没有 输了 对不对 你说中国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里面 吃亏了没有 吃了大亏 但是呢 有一个点 真的让我们get到了 什么点呢 就是 美国被拉下了神坛 有没有 就是说美国不在神上了 你发现了没有 不像以前了 一说美国那就是神一样的国家 对不对 就用我史栋哥的书吗 说的 天选之国 天选之人 天选我六约 打光头 是不是 那现在 现在 现在你敢说 你还敢说 美国是天选之国吗 特朗普是天选之人吗 你要敢说 那我只能说老天爷 睁他妈瞎了眼了 所以说呢 美国 是 被拉下神坛了 他虽然说 还是比中国 强 是比中国好 但是 发现 也就那样 是不是 也就那样 这个 所以说呢 这个事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 福克斯这个媒体 没想到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和 这个CNN 对不对 和纽约时报 这些 都是齐鸣的 牛逼的 不行的 大媒体 特别是现在 在美国 还被称之为 这个美国的 就是说 国家媒体 因为特朗普 特朗普当总统 所以说福克斯 天天舔着特朗普 对不对 国家媒体 我真没想到 他就是 就这个玻璃心 你知道吗 就这个逼 这个巨鹰 马宝南 废物 一点战斗力 都没有 你知道吗 你说你天天 你看之前 天天搞那种假新闻 什么的 中国病毒泄露 你知道你妈哪个 你天天喊泄露 你但凡拿出来一点证据 是不是 我一度以为 这种媒体的战斗力 包括他们的脸皮的厚度 你知道吗 内心的那种 坚 怎么说呢 坚强 坚强的程度 都是远超我们这种 小老百姓想象的 人家那些都身经百战的 结果 结果怎么就这个逼啊 这太失望了 真的是太失望了 好吧 拉下神坛了 所以说呢 最后再说一句 你说这个事 怎么看呢 对不对 我觉得吧 当个笑话看 开开心心 每一天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